倪萍1959年2月16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威海市,主持人演员和作家,编约于山东艺术学院。 倪萍在事业上取得很辉煌的成绩,不仅连续13年主持春节联欢晚会,而且还是一位迎后级别的偶像兼实力演员。 她也主演过无数部经典的电影,拿过无数的奖项,年轻时的她可是多少痴难心中的女神。 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永远是那么淳朴低调,和爱可亲的样子。 倪萍几十年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,拥有众粉丝的喜欢和追宠,心路十分顺畅的她而感情却不太如意。 倪萍经历了无段情感波折,首先与初恋男友因为工作原因分手,之后没能与郭达在一起令人惋惜,尤其是与陈凯歌八年的情史,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。 而陈凯歌移情别恋对她的伤害更是让人感到不迟。 而倪萍的前夫叫做王文兰,两人1997年结婚,1999年生下一个儿子,夫妻两人经常因为琐事较真。 2005年,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,令人欣慰的是倪萍终于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男人,她就是导演杨亚洲。 杨亚洲在倪萍最伤心最低谷的时候给她带来了最温暖的怀抱,不仅是倪萍事业转型的伯乐, 也成为了她生活中息息相惜的爱人。 这么多年来,两人一直恩爱幸福地生活着。 如今的倪萍虽然跟年轻时老了很多,看似更加憔悴发福老太郎, 因为这些年照顾着患先天性白内障疾病的儿子,倪萍为儿子付出太多了。 无论倪萍老师变成什么样,而她在大家心目中是最美最伟大的母亲, 尽管现在很多女明星都称为不老女神,也敌不过倪萍这种真实的美。